但是,没能影响这部优秀电视剧的最终完成,并且好消息是,在三十日,也就是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了,追剧的小伙伴,按时傲,前些时候,杨密赵又廷首次连累合作的先链题材大剧,三生三世重当来袭,发布会上,杨密赵又廷等主演,结束到场,这部剧马上就要来了,是大年初三, 就要开始播出,在三生三世剧中,杨密是一只狐狸白浅,张又廷是一只龙,是太子,这段龙湖旷世之恋,自然少不了吻戏和床戏,特别的,三生三世的床戏虽然不少,可是却有一些遭到了删减,在拍摄时候,台词太肉麻,说不出口,所以被删减,杨密作为一只狐,张又廷作为龙太子,两人的命情, 经历三生三世的考验和历练后,是多么必不容易啊,据悉,三生三世中,有大量的感情戏,包括吻戏和床戏,在拍摄的过程中,有一少部分,不好拍摄,所以被去掉,早到删减,虽然被删,但是大部分还是在的,所以不用害怕看不到, 这部剧很快就上映,播出时间,是农历的大年初三,也就是1月30日播出,这次虽然是两个人的首次联络合作,却进行得非常愉快,非常顺利,特别是,杨密和张又廷在拍摄过程中,非常敬业,不管多么难的戏,都努力去完成,值得一提到是, 在三生三世中,白浅和历华的感情戏,确实不少,尤其是吻戏和床戏,有一些竟然遭到了删减,但是,没能影响,这部优秀电视剧的最终完成,并且好消息是,在30日,也就是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了,追剧的小伙伴,按时傲,前些时候,杨密赵又廷首次,连位合作的先链题材大剧, 三生三世重磅来袭,发布会上,杨密赵又廷等主演,结束到场,这部剧马上就要来了,是大年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,在三生三世剧中,杨密是一只狐狸白浅,赵又廷是一只龙,播出时间,是农历的大年初三,也就是1月30日播出,这次虽然是两个人的首次联位合作,却进行得非常愉快,非常顺利, 特别是,有一些竟然遭到了删减,但是,没能影响这部优秀电视剧的最终完成,并且好消息是,在30日,也就是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了,追剧的小伙伴,按时傲,前些时候,杨密赵又廷首次,连位合作的先链题材大剧,三生三世重磅来袭, 发布会上,杨密赵又廷等主演,结束到场,这部剧马上就要来了,是大年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,在三生三世剧中,杨密是一只狐狸白浅,赵又廷是一只龙,是太子,这段龙湖旷世之恋,自然少不了吻戏和床戏, 特别的,三生三世的床戏虽然不少,可是却有一些遭到了删减,在拍摄时候,台词太肉麻,说不出口,所以被删减,杨密作为一只狐,赵又廷作为龙太子,两人的恋情,经历三生三世的考验和历练后,是多么必不容易啊,据悉,三生三世中,有大量的感情戏,包括吻戏和床戏,在拍摄的过程中, 有一少部分,不好拍摄,所以被去掉,遭到删减,虽然被删,但是大部分还是在的,所以不用害怕看不到,这部剧很快就上映,播出时间,是农历的大年初三,也就是1月30日播出,这次虽然是两个人的首次联络合作,却进行得非常愉快,非常顺利,特别是,杨密和战又廷在拍摄过程中,非常敬业, 不管多么难的戏,都努力去完成,值得一提到是,在三生三世中,白浅和夜华的感情戏,确实不少,尤其是吻戏和床戏,有一些竟然遭到了删减,但是,没能影响, 这部优秀定视剧的最终完成,并且好消息是,在三十日,也就是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了,追剧的小伙伴,按时奥, 前些时候,杨密赵又廷首次联络合作的先链题材大剧,三生三世重磅来席,发布会上,杨密赵又廷等主演, 结束到场,这部剧马上就要来了,是大年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,在三生三世剧中,杨密是一只狐狸白浅, 张又廷是一只龙,是太子,这段龙湖旷世之恋,自然少不了吻戏和床戏, 可是却有一些遭到了删减,在拍摄时候,台词太肉麻,说不出口,所以被删减,杨密作为一只狐, 张又廷作为龙太子,两人的恋情,经历三生三世的考验和历练后,是多么地不容易啊, 据悉,三生三世中有大量的感情戏,包括吻戏和床戏, 在拍摄的过程中,有一少部分,不好拍摄,所以被去掉,早到删减,虽然被删, 但是大部分还是在的,所以不用害怕看不到,这部剧很快就上映, 播出时间,是农历的大年初三,也就是1月30日播出, 这次虽然是两个人的首次联络合作,却进行得非常愉快,非常顺利, 特别是,杨密和张又廷在拍摄过程中,非常敬业, 不管多么难的戏,都努力去完成,值得一提到是, 在三生三世中,白浅和叶华的感情戏确实不少, 尤其是吻戏和床戏,有一些竟然遭到了删减, 但是,没能影响这部优秀电视剧的最终完成, 并且好消息是,在三十日,也就是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了, 追剧的小伙伴,按时奥,前些时候, 杨密赵又廷首次联位合作的先链题材大剧, 三生三世重当来袭,发布会上, 杨密赵又廷等主演,结束到场, 这部剧马上就要来了,是大年初三,就要开始播出, 在三生三世剧中,杨密是一只狐狸白浅, 赵又廷是一只龙,是太子, 这段龙湖旷世之恋,自然少不了吻戏和床戏, 特别的,三生三世的床戏虽然不少, 可是却有一些遭到了删减, 在拍摄时候,台词太肉麻,说不出口, 所以被删减,杨密作为一只狐, 赵又廷作为龙太子,两人的命情, 经历三生三世的考验和历练后, 是多么必不容易啊, 据悉,三生三世中有大量的感情戏, 包括吻戏和床戏, 在拍摄的过程中,有一少部分, 不好拍摄,所以被去掉, 早到删减,虽然被删, 但是大部分还是在的, 所以不用害怕看不到, 这部剧很快就上映, 播出时间是农历的大年初三, 也就是1月30日播出, 这次虽然是两个人的首次联位合作, 却进行得非常愉快, 非常顺利, 特别是, 杨密和战又廷在拍摄过程中, 非常敬业, 不管多么难的戏, 都努力去完成, 值得一提到是, 在三生三世中, 白浅和夜华的感情戏, 确实不少, 尤其是吻戏和床戏, 有一些竟然遭到了删减, 但是, 没能影响, 这部优秀电视剧的最终完成, 并且好消息是, 在30日, 也就是初三, 就要开始播出了, 追剧的小伙伴, 20澳, 前些时候, 杨密赵又廷首次, 连位合作的先链题材大剧, 三生三世重当来袭, 发布会上, 杨密赵又廷等主演, 结束到场, 这部剧马上就要来了, 是大年初三, 就要开始播出, 在三生三世剧中, 杨密是一只狐狸白浅, 赵又廷是一只龙, 是太子, 这段龙虎,